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国47年到现在已经50几年了 我们这边很多年轻的阿嬷她跟我讲 她从小孩子喝这个豆浆喝到现在 当阿嬷还在喝这个豆浆 这很浓 以前这个三千水非常好 这边旅客经过这边都会进来买一包 豆腐豆浆要好吃可不简单 以前全部手工制作 现在改由机器来制造 苏老板说豆浆的浓度取决于品质 人制造首先要泡黄豆 在冬天要大概五个小时 夏天四个小时 泡好黄豆之后 就是上研磨机去研磨 现在的研磨之后 可以吸到煮浆机里面去煮 煮的过程完全做自动温质控制的 煮完了之后 我们经过两道过滤的手续 为了要控制豆浆及豆腐品质 现在改成自动化机器制作 高温煮沸后成了豆浆 豆浆加入使用凝固剂后 就可以制成豆腐 这做法跟早期的传统做法 就有一点不一样 现在讲起来是比较先进一点 等待三四个小时 嫩嫩的豆腐就出炉了 将豆腐拿去油炸 真的是一道美食 外皮酥酥的 豆腐内部嫩嫩的 好口感 真的要做不少老套的味蕾 这家已经半世纪的豆腐店 制作浓郁的豆浆 再用浓郁的豆浆制成豆腐 豆腐的好滋味 令人吃到半世纪的味道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